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今日發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 連續第三年派發電子消費血 但金額由去年的一萬元縮減至五千元 回復到2021年水平 消費血繼續分兩階段發放 首期三千元在四月發放 餘下兩千元就在年中發放 透過不同入境計劃 在港居住及來港升學的合資格人士 可領取一半即二千五百元 政府今次再動用至少三百億元 派發電子消費血 市民怎樣看打算怎樣用呢 有時有些東西不要那麼貪 有味即是一份禮物送給大家 我想跟媽媽去喝茶吃飯 慢慢必 其實去市場買些東西都去了 其實都可以的 可能都是買一些自己想要的東西 我覺得可能暫時拍五千元都是接受法律 我覺得不應該 其實我自己有一份穩定的工作 我覺得夠 對我來說沒有太大的區別 只是我覺得不是聽說財政負擔 現在都失智的很嚴重 所以還是比較擔心這一點 我覺得先不要吧 政府先賺錢再說 不然沒有錢後面的名聲 水電什麼公共設施怎麼辦 這我比較擔心 余雪案又提出為保障市民健康 建議即時提高煙草稅 每支香煙六角加幅達三成 目前每包香煙售價約62元 預計加稅後至少要多比12元 市民怎樣看呢 煙草又會不會因此減少呢 如果他們想禁煙的話 其實都合理的 我覺得吸煙影響他人 不僅對自己健康有影響 我覺得應該加 那好貴 原本就已經很貴 現在又更貴了 那他就想收稅 應該不會像抽煙的人 他們還是抽的 不會有影響我感覺 呢 好 那你來這裡